好,看一看 看来以后呢 结果大家都知道 我们还要承担 另外一个国家 他们饥饿 吃土的 所造出来的饼 现在景气已经不好了 小富有勤俭 家里的人 大家就应该要利用 这个景气不好的心 大家要觉悟 要如何 守住自己的心 如何勤俭 这种的机会的家庭教育 让孩子们 喜福 吃福 这实在是这个机会 假如 再让孩子又有一个 点起了 那样的心灵 的意念 不要让他三千六亿 刷五千块 家长又要再多负担 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需要的是 教育 如何呢 让这种的消费心态呢 稍微呢 安息一下 社会才能消灭 那一种的忧意证啊 造意证啊 才能呢 慢慢的消灭下来 假如呢 还是不断不断的 那这实在是不是福啦 那是真烦恼呢 那能够坚持败困的人 这八九八业 既新的 富裕的人就不需要了嘛 还是可以过去啊 带来做工 那真正的苦难人帮助 那能够这样 应该是很好 看看海地这种的生活啊 这样 这就是他们在制作 要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还有这样呢 所以我们真正的呢 要好好啦 省私啦 不要在迷茫中啊 我们下期见